罗德与泰勒公司表示,虽然公司早在2019年就被知名的时装租赁订阅服务业Latote收购,全力进行改革,不过随着新冠病毒流行病大爆发,不知已经让公司关闭掉全美38家门市店,并且于8月2号申请第11章破产保护,不过情况依旧不乐观,因此依然要面对最后一步的关闭与清算。 罗德与泰勒公司创立于1826年,至今已经走过194年,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百货公司,且在此之前,百货公司的第一危机,原本是线上零售业与灵巧型零售商的快速成长,结果导致以销售全方位产品为主要特色的百货公司,逐渐失去竞争优势。 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就是新冠病毒疫情期间,人们改成在家工作,穿着更加随意,且不敢入点购物。 且无独有偶,全美已经申请破产保护的百货公司,还包括潘尼百货,尼门马可市,以及石坦市场,他们是否能重新出发,也都是一项未知数。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